原文会员工调薪13号在立法院成为立委关注焦点 因为过去军工教数次调薪 原文会自成立以来仅2022年调整4% 立委在拿公共电视薪资对照表比对 发现以最低平均薪资来看相差31% 且值等越高差距越大 原文会从成立以来军工教调薪14% 再扣掉原文会2022年有调整4% 差距10%的部分 我希望明年可以补齐 目前元王会提案调薪8% 不过陈寅认为10%才合理 原民会表示支持调薪方向 将在明年度预算编列进一步讨论 因为有的建议8%或10%以上 我们这个可以去充分的讨论跟考量看看 然后因为这个经费 我们也会用额度外的部分来预注这样的一个需求 因为这是员工的基本权利 除了薪资出现差距 不少立委以113年来看 同属公共媒体的台与台及客家台 年度经费分别有8亿及6亿 而原民会最少则是4.62亿元 此外原文会搬迁至桃源 组织扩编 经费还需增加 预算是最核心问题 制播环境也会得到相对解决 原民会指出原文会审查工作会议上 有提到将跳脱原本4.62亿元框架思考 从原民台的开创成立 我们就没有中途人计划了 就编练预算就对了 你看现在的差距更大了 原文会是4亿的规模预算 那对我们的执行上面会有很大的排挤 那我们的经费预算 4亿里面就有2亿是人事费 那更何况只剩2亿来做业务费 郑天才指出原民会还是要和各部会协调 最终也提临时提案 建议原民会宽列足够预算及人力 且不得低于同属性公共媒体规模 原文会董事长马拉乌斯表示 乐见委员支持 有助于媒体事务推动 原文会是学家荣卡瓦利法院采访报道